颱風渡舒瑞來勢洶洶最快24號有可能發布海雙颱風警報 這也影響到原本計畫出遊的旅客 花蓮的賞金業者日前就接惠有三成退訂 旅宿放電業也出現大概有一成的詢問電話 業者預估一旦只要下雨恐怕就會有五成的訂單流失 暑假旺季大熱天花蓮觀光漁港還是有滿滿的人 一家大嫂朋友出遊通通都有開心的準備登上上金船 人多到沒地方只有羊也嘶吼不減他們的興致滿心期待等等出海能看見什麼海上機關 但是下週才要出海的遊客恐怕會羨慕這天的陽光普照 因為根據切相局資料顯示 預計24號開雪度蘇瑞颱風就會增強擴大琴臺的距離宣高 許多遊客都很擔心 其實滿多的遊客真的會擔心在海上出海去 然後會受到風浪的影響 擔心都會有危險 那所以說昨天來電話取消下禮拜的行程的 大概已經都快超過三成的人 業者也提到海上狀況較為特殊 即便陸地沒有太大的意外 海上可能風浪會比較大 因此也不敢貿然地說沒有問題 承諾有疑慮都會全額退廢 只有零星的客人在詢問颱風的消息 是否要退房這樣 以往常的經驗只要海上颱風發布 開始下雨就是退房草了 這樣子的遊客大概站了幾成啊 大概喔 會將近五成喔 暑假忘記突然遇上颱風